大家好 我是Panerbun蛋和Malvin 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來到2020年第五十二週 最後一個星期 也是聖誕節剛剛結束了 Steam sale 仍然繼續到1月5日 今個星期就跟大家講三隻 都是Steam sale 期間取得 但來源三隻都不同的遊戲 今個星期就要講的就是朋友送的 叫做Wondersong 這隻遊戲其實在我Steam的Wishlist 都有一段時間 最初是在網上見過一些影片 看他好像幾開心和玩法 幾特別的遊戲 因為遊戲中控制了主角 就不是一般的戰士 是一個私人 主要是唱歌為主 你所做的也是唱歌 都不知道算是一隻解謎遊戲 節奏遊戲 還是總之是冒險遊戲 可能你應該稱之為 因為你可以做的就是唱歌 唱八個不同的Key 去跟其他NPC 或者甚至是敵人去做一些互動 例如最初有些機會是跟著鳥唱歌 他唱幾個note出來 你跟著唱幾個note 他就會跟著你 跟著你之後 就當你需要一些跳得特別高 特別遠的地方 他就會幫到你了 面對敵人 都試過跟他對唱 他唱這個方向 你唱反方向頂著他 所以究竟玩下去 同樣這個mechanics 究竟會有什麼不同的應用呢 可以有多少變化呢 我現在就真的不知道 只是玩了很少的內容 一來這個操作系統 或者這個戰鬥系統 挺特別的 另外其實他的遊戲裡面 對白都挺搞笑的 人的反應 有時候NPC都挺串嘴的 所以起碼可以說 是一隻很有特色的遊戲 玩下去 究竟有沒有足夠的內容 或者變化夠不夠多 就暫時真的沒有說到 而第二隻要說 就是自己買的 就是Planet Zoo 一隻都挺有名的經營遊戲 搞動物園 這遊戲在Steam 設備期間 就在做半價的基本遊戲 就一百元整個買了 所有DLC就二百三十幾 我就免得煩了 買了整套 DLC主要是增加多些不同的動物 讓你可以加入自己的動物園 我相信這隻Planet Zoo 是近年來都做得比較出色的 幾複雜的經營遊戲 不是很casual的遊戲 又或者這樣看 它玩下來 我暫時都是玩了一大個tutorial 操作各樣不算複雜 但裡面很多細緻的東西都可以調教 重要當然是怎樣撥一個區域出來 去養哪些動物 跟著那個展區的裝修 究竟是怎樣 圍牆多高、多闊、用什麼材料 要添置什麼設施給你的員工 各樣當然可以做 又或者怎樣設置環境 適合這隻動物 找適合生長環境的土壤、植物 它究竟喜歡是開陽一點 還是要多些樹木去遮遮掩掩 溫度 跟著提供食物、提供玩具給它 這些都算是基本的東西 其他動物園的配套 例如小食亭、精品店 那些價錢也可以設定 甚至連每一個客人進來 他帶了多少錢 他對每一樣東西的感受 他看了哪隻動物 還沒看哪隻動物 連這些資料都有在裡面 雖然我不知道究竟要做到多微調 才可以玩得到這遊戲 因為這類的遊戲 其實歸根究底 或者講到底 那個玩法 都是見到有什麼不足 你就做一些相對的東西去提升 動物不夠水 就給點水 動物不夠草 就給點草 我覺得會跟玩The Sims有點類似 他肚餓就叫他去吃東西 我會叫做追求一些綠色的指數 因為多數計算的bar 都是綠色就好 紅色就差 其實玩這類遊戲 很多時候都是學會 我要去調教一些什麼設施 什麼數值 就會提升一些指數 我不知道這隻會不會做到 那些東西不是那麼直接 我頸殼就要喝水 例如說 當那隻動物有些不開心的時候 你會不會需要 你會不會需要 對那隻遊戲 或者對那個動物有些深入的了解 才知道 怎樣可以改善這個情況呢 如果做到這個程度 我想就兩看 一方面 就可能會比較像真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管 這個動物園 都沒有人會告訴你 我這隻動物 牠不開心了 那牠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牠不會指到明給你聽 是食物質素不夠好 還是睡眠質素不夠好 甚至獸醫都未必告訴你 但如果做到這個程度 這件事又可能會太複雜了 簡單來說 我不知道這隻遊戲裡面 這麼多這些設定 有多少是很必要 或者是有很大影響力 但起碼那個設計就在 也起碼令你感覺 我真的有很多東西 是屬於我管理 屬於我操控的範圍之內 所以這遊戲究竟有多好呢 我暫時就未說到 但肯定是頗有心去做的 而今個禮拜 還要說這隻叫做The Dawn的遊戲 應該是韓國製作團隊的遊戲 因為我進去什麼都沒有set的情況下 牠是跟我說韓文的 雖然字幕就出英文 這隻遊戲是免費的 是一隻第三新的射機遊戲 雖然日系動物風格 但起碼那個女主角的配音 沒有說是娃娃聲到 令我馬上要關遊戲 那隻遊戲就不是很長的 某程度上是一個試玩版 或者是做出來一個小項目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 用這個基本的藍圖 去做一隻完整的遊戲 我玩了一個小時 其實應該可以快些完成 但因為有好幾個地方 我都很努力地打 就沒有看到 或沒有留心 NPC之間的對話 因為某些地方 其實不是要你打敵人 或者不是死去就可以 尤其是 最後那隻BOSS 你真的要聽一下 NPC說什麼 教你去 要怎樣應付它 要不然你就會打得很慢很慢 這隻雖然是免費遊戲 但是它的操作 甚至是設計 都做得挺好的 操作就是 移動和射擊方面 都夠靈敏 射擊也有一定的打擊感 雖然就不是很厲害 但你那個主角可以用的幾招技能 都用起來很有滿足感 應該說 令你覺得你的技巧是有回報的 主角的幾個技能 就是可以減慢時間 或者好像Overwatch裡面的Tracer 這樣 退回去自己 大概1-2秒之前的位置 以及一招大絕用來清場 但是主要利用這個減慢時間 和回帶 這樣 就令你容易些 去對付敵人 或者避過敵人的攻擊 而作為一隻這麼短的遊戲 它那個難度提升 那個節奏也掌握得挺好的 不斷維持著提高難度 有新的東西發生 令你很有興趣玩下去 但如果你說造成一隻完整的遊戲 可能7-8個小時 甚至更長的話 就好看會不會有更多的敵人 一定需要有更多的BOSS 甚至技能 都可能要再多些變化 關卡設計 各樣都要再提供多很多內容 但怎樣都好 這隻The Dawn 我覺得就絕對值得一試 反正都是免費的 而Steam設備期間 我也有買其他遊戲的朋友 也不只送了一隻遊戲給我 所以 接下來我再試了之後 或者下星期之後 會再繼續講講這些遊戲 又或者看會不會想 Steam設備完結之前 再去添加了什麼遊戲 2020年 無論論香港還是國際 都發生了很多重要事件的一年 2021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但是只可以說 希望大家繼續有心有力去守護自己 能夠守護的東西 無論是人 是物 一些價值觀的東西 繼續覺得對的 覺得可以做到的就去做 如果前途是難以預測的 那就不要想這麼多結果 我是Panderman的好嗎? 多謝收看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我們下段的影片 我們下段影片áp